大家好,我是夏老妹 我现在在西双法纳的蒙海县 昨天我来到蒙海县的 我刚来蒙海县 然后当时我还没有出那个客运站就下雨了 我现在在蒙海县也待不了几天 我就在这个客运站附近找了一个宾馆 然后住下了 这是客运站附近的一个宾馆 两张床是个标尖 然后这是我的行李 然后我的行李已经舒适好了 我是准备走了 今天还下着雨 然后现在外面一直就是毛毛细雨 我为什么要走呢 昨天晚上我是住在这张床上 收拾的挺整齐的 但是它床上有虫子 这个虫子比蚂蚁还小 就是很小很小 我戴着眼镜才能看见 这里还有 这是桌子上的虫子 这个还大点 然后床上的都很小看不见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木头里爬出来的 还有这个床头柜啊 昨天我进房间的时候 我也没注意到 我只看到在房间里 嗯还行 到了晚上我躺下的时候 又感觉怎么不太舒服呀 以为是我出的时间太长了 我昨天带的东西已经潮了 所以身体不舒服 结果我那么一看啊 就是我的床上有很多小虫子 就是很小的小虫子 在被子上也有 然后在床单上也有 因为它是到处爬的嘛 我又近视眼 我第一时间也没有注意到 反正是昨天晚上度过了一个 非常难熬的一个晚上 就是我要不我就在家这样 嗯要不反正是我就稍微那么倒 那么一丁点 然后我也不敢全躺下 我就怕那个虫子爬在我身上 哎更难受了那样就 现在是中午11点多了 我看外面的雨基本上也快停了 要不是因为今天下雨 我早上就走了 今天从早上一直下到中午 刚才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然后生怕上面在爬上虫子 装到我的包里 然后我就使劲的在那哆嗦 使劲的在那哆嗦 现在上面是没有了 我现在已经背着我的大行李出来了 然后正在往另一个宾馆去 然后先放下我的东西 那天好了 今天不行的话就明天吧 就去大衣庄园 那边不是有个茶马古道吗 去那边看一下 既然来了就不要着急走了 就去这边逛一逛 到时候拍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击关注点个赞 或者在评论区点看你的意见 拜拜